天外直籃桃園永風雲暴隊的球星 魔獸霍華德今天跟朋友一起 從東港搭穿到小琉球玩 不少居民跟遊客一看到他 超級驚喜又興奮 同時也有本身是粉絲的店家老闆 乾脆店都不顧了 直接跑出來找人 小琉球逛大街 哎呦真的沒看錯魔獸霍華德 一行人來到屏東小琉球度假 捕獲野生大球星 一群人忍不住跟著他走 在小琉球的全家買飲料之後 我快撞到天花板了 實在是有過高 連選個飲料的日常 在粉絲眼中都是何等大事 據信名義記錄 走出超商霍華德揮手 和大家打招呼 Hello 他朝親民韓漢支持者擊掌 大方和粉絲合影 連平常沒有看籃球賽的人 也都聽聞小琉球 來個很會打球的大明星 我想這個球 台灣沒有人可以籃得住 我知道他是在打籃球才那麼高 你去上 你去魔王啊 魔獸說成魔王沒關係 心意到就好 聽聞霍華德來 外地遊客 當地居民 不約而同上街巡人 剛剛騎過去又騎回來 是發現了什麼 因為跟他拍照嗎 半路看到 叫我先去接小孩啊 然後他就跟著他過來 半路拋架棄子 就為了找魔獸 而這家店的老闆 也偷偷離開店裡 去做一樣的事 他有來小琉球 然後我就有去找 可是找不到 踏破鐵鞋無密處 沒想到魔獸一行人 竟然來到店裡用餐 據了解霍華德27號 到高雄找朋友 朋友帶他從東港搭船 來到小琉球 當天往返 停留時間不長 卻在海道掀起旋風 記者林安平 許崇文 屏東報導 有些同心你 有些人的 從東港搭船